这个时候大家看这目标地址已经变了 我们点击这个域名 大家看他已经成功的把我的Home Assistant 映射到公网了 大家好,这里是艾提克曼的 这期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把你的Home Assistant 影射到公网,即使你没有公网IP 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Molo Hub的网站 那个网站提供了一个Home Assistant的插件 它可以把你的Home Assistant影射到公网 影射到公网之后 你就可以远程通过4G也好 或者在不在家 不在家里的WiFi 在其他的WiFi 也可以访问回你家里的Home Assistant的网页 但是Molo Hub这个网站最近发现打不开了 可能是官方不再维护了 也就是说以后可能Molo Hub这个方案就不能用了 所以呢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方案 这个方案是通过一个叫webhook relay的一个工具来实现的 那我现在就带大家操作一下 我们首先打开这个webhook relay.com 我们打开这个webhook relay.com之后 我们选择这个login这个按钮 然后呢它会跳转到一个登录界面 如果你没有用户名密码呢 你可以使用这个Github的账号登录 或者是Google账号的登录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位置注册一个新的账号 那我这里选择用Github登录 好 那现在呢我们就登录进来了 登录进来之后呢 它这边有一个向导 我们可以看这个向导 第一步是install relay agent 那我们点一下这个install relay agent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你的斐旋N1 或者是树莓派上面安装一个 Agent 客户段 跟它的服务器通讯 然后把你的 把你的这个网页服务影射到公网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第一 第一行啊 CLI installation 我们看哈 我们用斐旋N1或者是树莓派的话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提供的斐旋N1和树莓派的固件呢 都是ARM64位的 所以我们要选这一行 它这几行呢就是代表各个操作系统 前两个是这种PCG啊 软路油啊一类的32位 64位 然后后边呢 是ARM和ARM64位 然后我们往下看 它还有苹果 苹果电脑 还有windows的电脑的客户端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你们可以自己往下看一看 这里面呢 我就只是拿我的固件来做一个 只是拿我的固件做一个演示 好 那我们先打开Xshell 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安装命令啊 复制下载命令复制到这个我们的剪切板了 我现在连连接我的斐旋N1 好连接上斐旋N1之后 我们点邮件把刚才的东西复制进来 然后回车 他就会下载 他把这个relay的文件呢 下载到user localbin 这个位置 下载的过程呢 稍微有些慢 我会把这部分快进过去 好现在下载完了 然后我们回到网站 下载完之后 我们要执行一步 这个命令 我们是把这个 刚才下载的文件 赋予一下 执行权限 我们再按回车 什么提示都没有 就是正常 OK我们再再接着往下看 如果我们需要连接服务器的话呢 我们敲 敲命令 在这个dashboard的这块 会有 会有一个例子 我们在这个点这个例子看一下 其实例子也非常简单 也写的非常清楚 只是一个 只是这句话 relay connect destination 就是目标 然后我们把这句呢 粘贴过来 目标这块呢 替换成我们斐旋N1的 Home Assistant的 网页地址 Home Assistant的网页地址呢 就是itcommander.local 然后毛号8123 这是一个内网的地址 所以呢我们 我们这个命令呢 就是把内网的地址影射影射到公网 当我们按下回车之后呢 这个命令行呢 会跟这个服务器通讯 然后他会跟你要一个key 这个key呢 我们从哪来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 网站 webhookrelay这个网站 我们点左边这个有一个叫access token的一个选项 然后我们点上面这个生成一个token 大家看这个key就出来了 我们点一下上面这个key 然后我们把它粘贴到控制台 按回车 这个时候他要一个secret secret呢就是第二行 我们把第二行也都给它粘贴到一起 然后回车 我如果我们需要使用免费的服务的话呢 他最多是允许一个通道 现在呢我们的免费版呢 只提供一个通道 所以他说你已经有一个通道了 所以我呢 我呢回到 回到网站 把我之前的通道删掉 通道是在左边这个tunnels里 然后我们看啊 这是之前我测试用的一个通道 我把它先删掉 给大家做演示 删掉之后呢 这个access token这页呢 暂时先不要关掉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如果你关掉之后呢 它不会再显示出来了 你只能生成一个新的 所以我们先把它留在这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命令行这块 把刚才的东西再输一遍 看样子 他是记住了 他已经记住了 我的用户密码 不用再输一遍了 然后他直接就开始看 这一行呢 就是代表这个域名等于这个域名 我们这个影射呢 就做完了 然后我们怎么访问他呢 我们回到这个网站的这个通道里边 我们还是点这个通道 tunnels 刷新一下 大家看 刚才呢 我删掉那一条 他就又多出了一条 然后同样呢 这个目标地址是itcommander.local 冒号8123 然后跟这个位置的域名应该是一样的 这个域名是这个网站提供我们的一个子域名 当我们点击这个域名的时候 就会直接把你带到这个 我们home assistant的内网的页面上 为什么失败了 那么这样 我们不要用域名来解析本地地址 可能他不认的 因为这边显示一个lookup错误 说找不到itcommander.local 所以我们按Ctrl-C退出 我们要把ipcommander.local这块改为一个真实的IP地址 我itcommander.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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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的是10.10.241 那么回车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回 我们看一下这回 因为我改了这个后面的地址链接 所以呢我又到达了这个一次又到达了这个限制 所以我们回到控制面板里把它删掉 然后再重新重新建立一个 然后它会给你重新生成一个2G域名 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前缀的2G域名 然后呢并且映射到了你的10.10.214 8123 然后我们再刷新这个控制面板的通道 这个时候大家看这目标地址已经变了 我们点击这个域名 大家看它已经成功的把我的Home Assistant 已经收到公网了 并且呢它还会提供一个域名给你 这个域名如果你要是闲长的话 你可以用自己的域名做一个CNNAME 或者做一个其他的跳转来实现 让它变成一个比较短的域名 由于这个网站是国外的 所以呢它速度稍微有点慢 也有可能国内的用户呢访问不到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还是 尝试一下如果自己的网络觉得速度还可以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 好大家看 这样呢一个通道就建成了 成功的把你的Home Assistant 影响到了公网 并且你还拥有了一个 二级域名 你可以用来 比如说GPS Logger 需要post 一些GPS数据到你的Home Assistant 你甚至都可以用这个网址来实现 好那么问题来了啊 如果我们要是关机重启了 这个命令是不是不会自己启动呢 答案是没错 所以呢我们要把把这个命令呢加到开机开机启动里 我们需要把这个行复制下来 我们再另开一个窗口 为了不影响刚才的窗口 我们再另开一个窗口 我们用nano 我们用nano 这样呢就保存好了 下一次重启呢 这一个程序就会自动运行 自动运行之后 我们回到这个通道这块就可以看到 这个通道 是不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连接 是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在这里看到 好那我们就已经成功的把这个Home Assistant 在影射到了公网 并且呢你还拥有了一个固定的二级域名 好那本期节目呢就给大家介绍在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